澳门多一个人确诊 患者无肺炎、发烧等病征 是相隔超过半年最新病例 累计有47人染病 新增个案患者是43岁澳门女居民 属于输入病例 去过英国 之后到迪拜旅游 逗留近一个月 星期二经新加坡到日本 星期四在东京搭澳门航空回澳门 在机场经两次快速检测程阳性 送去人伯爵综合医院隔离治疗 患者无肺炎、发烧等病征 在迪拜登基之前 病毒检测系阴性 医院说他可能一早染疫 正是康复期再复养 根据他的旅游位置 都是相当丰富的 我们不排除这个情况 具体我们其实已经在做 我们病毒基因的排序 将会在一两天之内 就会有结果 八个密切接触者 116个乘客和机组人员 正是接受医学观测 全部人首次检测结果阴性 要额外做多三次检测 而所有参与工作的前线人员 都要接受三次检测 如果一直都不出现确诊病人 只是我们很幸福 我们一定要当是随时都可能 出现确诊病人的一个态度 去做各种预案 所以正正今次 虽然好像很突然 但其实是我们各个部门的一个预期之内 澳门首批新冠疫苗将会在第一季运到 当局正准备疫苗预约系统等等 预计很快公布细节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